柔軟度 柔軟度一直是大家熔乳的時候 最在意的一個議題 在柔軟度上面的這個議題 都會去一直討論假體的差異 但事實上其實並沒有這麼的單純 大家好,我是整形外科陳仁謙醫師 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邀請您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哦 影響熔乳、術後的柔軟度 最主要還是有三個大面向 第一個確實就是我們假體的選擇 比如說選擇比較柔軟的假體 確實會造成我們術後的柔軟度 第二個關鍵就是我們手術部分能夠控制的 我們手術要剝離足夠適用的空間 第二個要放在合適的層次 第三個關鍵因素卻是常常大家最常忽略的 也就是本身的基礎條件問題 最後一個就是體質的問題 也會直接影響到柔軟度 假體的選擇上面 如果以柔軟度來做討論的時候 我們最軟的呢 當然就是手推我們的硫磺波 還有現在新出來的這個所謂的硬波 那這一類的球體 因為它們都是標準的一個光滑面的材質 所以手感上面呢 都一定會是比較柔軟的一個狀態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也就是所謂的這些奈米的一些絲綢面 或者是所謂的類光滑面的這些材質 在絕對的柔軟度上面 會稍微遜於這些光滑面的球體 但是因為隨著這個技術的進步 膠體的進化 其實慢慢慢慢的 它們的柔軟度越來越進步了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關鍵的小因素呢 就是所謂的甲體的這個填充率的問題 所以當填充率越飽滿的時候呢 其實手感上面一定會偏比較扎實一點點 那因為現在整個大趨勢上面呢 球體都盡量朝著這個填充率 盡量越填充越飽滿越好 那這主要的考量也是在於 它會有效降低這個夾磨率 那第二個關鍵因素呢 就是手術中玻璃的這個空間呢 我們應該要玻璃一個很剛剛好的一個大小 讓我們的球體能夠完全放進去 但是又不要撥得太大 因為撥得太大的時候呢 球會整個晃動的太嚴重 有時候會容易外擴 但撥得太小呢 皮膚又太緊繃 會被整個皮抓得太扎實 其實那種手感也不太好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醫師呢要認真的去做這個 術前的規劃設計 然後在內飾鏡下面呢 去做一個完整的玻璃 創造一個比較完美的空間 那另外一個要選擇的就是層次的考慮 那我們最常用的是 所謂的雙平面的層次 雙平面呢就是放在這個 胸大肌上半部的地方 把胸大肌稍微撥開 然後下半部呢 維持在這個所謂的筋膜下 那在內飾鏡下面呢 將這個空間徹底分開 之後呢再把胸大肌放到這個空間裡面 那第三個呢 關鍵因素呢 就是所謂的個人條件 但常常都是大家所忽略的 假設呢 我們天生呢 本來就大概有V招杯到C招杯 那皮膚的鬆弛彈性度還不錯 那皮下呢也有足夠的脂肪 所以厚度也還蠻好的 其實放了胸大肌之後呢 手感自然手術之後都還不錯 那相反的 如果我們皮膚很薄 那本身呢 就是可能像是A招杯 幾乎都沒有什麼乳腺組織 那皮膚又非常的緊繃 熔乳之後呢 球感一定會相對比較重一點以外呢 手感上自然而然 也就會比較紮實 沒有那麼的柔軟 那個體差異上面呢 還有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所謂的體質 如果你本身的體質呢 比較會有夾膜軟縮的一個現象的話 那你肯定做完手術之後呢 你的球體的柔軟度一定會比較差 關於這一件事情呢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就是抽菸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平常的生活作息 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的規律 可能常常要熬夜啊 也會影響我們身體的這個免疫系統 還有這個血液循環的狀態 其實是比較容易常常夾膜的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本身的免疫系統的體質 但是我們可以去做戒菸啊 然後讓自己一個生活型態 比較健康一點點 可以降低這個甲膜產生的機會 那這一集的影片呢 陳醫師就介紹到這裡喔 如果對甲體的柔軟度有興趣的呢 大家可以去點結這個片尾的連結 去做進一步的觀看喔